温馨的母亲节快到了 卫生局和高雄捷运 要一同爱护辛劳的妈妈们 只要在5月8号、9号 带着妈妈跟健保卡到指定捷运站 完成子宫筋抹片或是乳房摄影 就能获得商品礼券 以及免费捷运搭乘一次券 要给妈妈一份健康礼物 那卫生局关心妈妈的健康 其实在5月的日子里面 特别跟捷运 我们的高雄捷运公司 准备了一个健康的礼物 要送给妈妈 就是呼吁我们的子女 还有我们的妈妈们 能够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能够结伴出游 然后也一起照顾健康 健管科科长也提醒大家 乳癌是女性癌症发生第一名 子宫型癌是第10名 若能提早发现 就能及时预防和治疗 期望趁着这次活动 让民众带着妈咪 来做免费的健康检查 让妈妈保持健康的身体 那其实很庆幸的是 这两个癌症其实目前都已经有 很好的筛检工具 那透过定期的筛检 然后早一点的发现 其实可以大大的降低死亡率 那增加存活率 而且也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希望大家关心自己 然后给自己一份特别的健康礼物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除了表达对妈妈的爱 也要记得带妈妈去做健康检查 有健康快乐的妈妈 才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导